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3月18号,星期二 现在是美中时间,下午的6点44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关注一下收盘期 美股今天关键是美债收益率攀升,美股收跌 贝奈德称美联储将继续升息 那么市场对其将降息的压住是误判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债务低点 贝奈德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加息 虽然交易员压住在银行业危机的一律扰难市场下 该央行不会加息 那么这个全球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认为 这个是指贝奈德,随着经济不宜衰退 市场预期美国即将降息是错误的 贝奈德投资研究所策略是在给客户的报告中写到 那么这一次是不同的 因为美联储及其同行已经明确表示 重创银行业的麻烦不会让他们停止抗击通货膨胀 只有在出现更严重的信用紧缩 并导致比我们预期更严重的衰退时 那么美联储才会一如市场所反映的降息 那么第二点,贝奈德的观点于当明证券或Double Nine Cacto LP背道时 那么后二贼认为随着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 美联储却误认为需要继续提高利率 那么数家美国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本月倒闭 迫使全球重新思考货币政策的前景 那么同时引发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十多年来最大的波动 这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分歧是非常的严重 就像我前几天有一期视频讲过 目前根据一些数据,根据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情绪 实际上交易元实际上目前是压入 这个市场就是说美联储应该是要降息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说高盛 包括这个贝莱德我们刚刚讲的 实际上高盛是认为降息的 但是贝莱德这个最大的投资基金公司 他实际上是认为应该是要继续升息 所以市场目前比较混乱 你从今天这个分视图上就看得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两天 这个震荡的非常非常大 今天尾盘有点拉伸 所以收盘的时候那是大概中和指数 那么下跌0.15% 那么标普500指数下跌0.16% 那么刀琼市下跌0.12% 我们看一下行业上的图 大家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涨跌 基本上是涨跌互线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说涨了跟跌了 我们再看领长板块 今天是NFD概念 主要是这个阿里巴巴 那么其他的双十一中概回港概念 在线教育 内地教育 热门中概股 这都是跟阿里巴巴相关的 阿里巴巴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超过14% 那么然后是非洲概念石油和天然气占据 我们再看一下涨跌风波 那么其实收盘的时候 下跌的股票一共是5549支 那么上涨的股票6037支 所以上涨的股票比下跌的股票多一点点 这个还是比较balance的 最近这两天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表面这个市场目前上分歧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大盘的情况 我们看标普500指数 今天收盘下了0.16% 这一头我画了一个趋势 一个收敛三角形 非常明显 大家看一下 目前这个标普500 是来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延被打坏了 所以正常的 它应该是如果这个市场没有一些 一些一些比较波动的一些消息 它应该会回调 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下延附近 大概是3860点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均线 那么这个是连线 半连线 这个是生命线 季线 然后这个是月线 时间线 五天线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均线的排列就非常非常的乱 它这个半连线在最下面 然后这个连线在中间 然后这个季线在最上面 所以这个排列非常的混乱 但是你要从这一处连线的角度来说 它今天是占少了这个连线 包括这个月线 所以说 它这个长期的趋势实际上很没有破位 它还是占那个连线的 我们再看这个道琼师 那么道琼师收盘的时候下跌0.12% 下跌幅度非常小 你从道琼师来看 它这个均线的排列也是比较乱 也是比较乱 就是说 它这个季线 生命线是拐的往下 而且在最上面 但是它今天好像是站上了这个连线 昨天实际上也是站连线的 所以明天跟后天 就非常关键 连这个连线能不能站上 它是32356点 看这个连线 有点守住的话 说不定这个道琼师跌不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线 这个南叶式的线 是从最高点划下来 目前这个你从趋势线的角度来说 尽管它是下降趋势线 但它这个趋势线实际上是没有破的 这个就表示 就是说这个道琼师实际上 已经突破了 这个下降趋势线 它曾经在这个地方测试过 这个地方测试过 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守住 这阴线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标普500是那次 成交量目前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中央指数 那么纳斯达克中央指数 也是一个受量三角形 跟那个标普500比较类似 它也是来到这个受量三角形的上沿 被打回来 那么正常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没有一些比较 比较波动的一些消息 它应该会回调了 这个位置的附近 它不一定可以下降到这个地方 但有可能在上面一点点 或者甚至破一点点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关键 今天受盘的时候 应该是11187点左右 你看能不能 最后能不能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均线 它这个均线的排的也比较乱 它这个半连线也是在最底下 这个连线在中间 它就可以看 这个纳斯达克中央指数 似乎在做一个头 就是说 它今天这个五天线 已经拐头往下了 但是它站上了十天线 它这个月线跟这个季线 也比较接近 所以说目前 这个关键的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月线跟这个生命线 则有可能能守住 这个线实际上也就是 黄金峰线 23.6%的位置 这个位置要守住 它很有可能 要重新撑这个连线 甚至如果这个市场 比较利空的话 它有可能在这个 受盘上升线 这个底下的附近都有可能 我们再看一下费半 那费半 今天下跌的幅度 收大一点 收盘到下跌0.85% 费半 它这个从均线的角度来说 它这个排阅是比较整齐的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目前这个半连线 跟这个连线 已经形成了一个黄金交叉往上 而且这个排阅的训续也比较整齐 这个是季线 月线 时间线 五天线 结果这五天线 也已经拐头往下 我前面就也讲过 它这个费半实际上 是做了一个圆弧底 我当时在这个 它在3月21 23号星期四就说过 这次费半 这个圆弧底不一定做得成 目前三个阴线 就已经打下了 就是说 那么正常的 大家这个圆弧底 要是做不成的话 它有可能要重新回来 这个版线 是这个支撑线的附近 大概是两万八千五 两千 我看一下 两千六八百五十九点左右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看一下 跟这个指数相关的 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参数 我们看一下 这个每个十人级国债收益率 那么这个也开始回升了 反弹就是说 两根阳线 大家看一下 又占上了这个前期的高点 3.5%这个附近 我们看一下均线 你从均线来说 它最近两天又占上了这个连线 所以这个如果说明天 还是能占上这个连线的话 到这个美国三级国债收益率 说不定继续反弹 就是说 但是总的来看 这个美国三级国债收益率 这个绝对值还是比较高的 3.579% 它只要是高于3% 就证明它这个值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再看原油 原油也是开始反弹了 已经反弹了基本上一个礼拜 大家看一下 今天已经连续两天 基本上站上了这个月线就是说 而且这个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五天线跟那个十天线 也形成了一个黄金交叉往上 按照改良比法则 这个应该是个买一点 你要是做跟石油相关的一些股票 但是按照我们前部就那个三金差战法来看 这个股价 五天线跟十天线 形成了黄金交叉往上 这个MACD 在水下 在凝流之下形成了金差 这个金差实际上是假的金差 正常在水上 在凝流之上这个金差 才是个比较真的一个金差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成交量 这个五天线跟十天这个成交量 还是个史差往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原油的这个实际上不满足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三金差战法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大家看一下 这个走势还是比较强的 尽管它在这个锦线 我以前讲过 它做了一个圆弧底 目前突破这个锦线 它目前实际上在这个锦线上面 这个震荡 你可以看在相对的高位 在震荡 但是它这个排列 这个多图排列是比较整齐的 这个连线的最下面 半连线 季线 月线 十天线 五天线 排列的非常整齐 就是说 所以黄金目前还没有破位 而且站上这个圆弧底的这个锦线 我们再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倒是没有反弹的迹象 它这一次跟那个美国神奇国载 收入的走势并没有一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沿着五天线 附近的震荡往下走 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弱的 也就是说美元指数目前是比较弱的一个走势 我们最后再开VIC指数 那么VIC指数你要从均线来看 它实际上已经跌破了所有的均线 所以这个本身这个VIC指数 它最近呢 这个波动率非常大 从25下来 目前已经跌破了20 这是个非常低的一个指 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从VIC指数来看 目前这个市场实际上 没有一点恐慌的情绪 非常平静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就在明天交易顺利 拜拜